我相信现在应该没有人不知道 谭凡老师熔炉骑士是葛弗雷的人了吧 毕竟在熔炉骑士的盔甲里 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 但是我们仍然会有两个疑问 第一 过去他们是如何侍奉葛弗雷的 是作为晋升侍卫 还是率军冲锋 第二 现在散布在各地的熔炉骑士 有什么目的呢 那么这期视频 我们就来围绕这两个问题探讨一下 熔炉骑士到底是谁 大家好 我是没有播音枪的光头麦克书 欢迎各位回到我的频道 从奥塔皮斯大剑和支流亚树毛的描述 我们可以知道 在侍奉葛弗雷的众多熔炉骑士中 有两位首席 分别是奥塔皮斯和支流亚 这两个人的名字是典型的双关语 记表示熔炉骑士的存在时代 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 就像四亿多年前的奥陶级和支流级 同时这两个词 又可以指代古凯尔特部落的名字 词意分别是斧子和种子 正好对应两个首席龙炉的头盔 一个是斧形 一个是竖形 我们还可以注意到 在奥陶级的中期 有一个达瑞威尔期 游戏中布拉哲和我们一起去监牢杀的 那个猎犬骑士的名字 正好叫做达瑞威尔 这个名字并未指代任何装备 所以我个人偏向于这两位首席名字 指代时间的作用 大过于指代他们的装备 我们不仅可以从他们的名字知道 龙炉骑士是远古时代就存在的 装备的描述也告诉了我们 他们的盔甲蕴含初始黄金术 即生命龙炉的力量 武器是参考龙炉模样制作的 带有初始黄金的红色色彩 并蕴藏着古老的神圣性 再加上龙炉骑士使用的是 远古黄金术的祷告 所有这些都在反复向我们传递 同一个信息 古老 所以龙炉骑士正如其名 他们是经历过龙炉时代的古老骑士 有多古老呢 奥陶纪和滋留纪 都是早于侏罗纪和白尔纪的存在 所以比古龙还早 同时在英文版的说明中 龙炉其实是分男女的 奥陶批斯是男性 资留亚是女性 这可能是为什么 明明我们在生根底层打资留亚时 他身上穿了一身装备 然而我们在后面的箱子中 又可以发现同一套装备的原因 女性的衣服就是要多一些 大家都可以理解 不像奥陶批斯就一身衣服 一辈子没洗 就这么给我们了 我们没有办法从游戏中给我们的物品 直接了解到 龙炉骑士过去是如何侍奉葛弗雷的 因为所有直接描述龙炉骑士的装备 我们在上面都已经列举了 除了告诉我们龙炉骑士是古老的骑士以外 并没有提到他们是否参与过古龙战争 或是否随葛弗雷征战各地 直到我们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 线斗剑护服里提到 这是过去献给黄金树的战斗仪式 参考用于仪式中的剑制成的护服 是什么战斗仪式呢 接着下面就提到了 战斗仪式在王福拉达刚的时代受到废除 散布各处的竞技场是遗留下来的产物 那么把它们连起来就是 线斗剑护服是过去献给为黄金树准备的 竞技场战斗仪式的 护服的样式是参考同样用于仪式的 奥陶比斯大剑所制作的 与之类似 我们把线斗盾护服和熔炉角盾放在一起 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 接下来再看看我们知道一定参与过 竞技场仪式的角斗式的装备 头盔的描述里提到 蛇被视为背叛黄金树的存在 因此人们看到他受伤都会喜上雷烧 我们都知道在古罗马的竞技场仪式上 都会讲个故事 比如角斗式电影里有一场是 主角队作为野蛮人 对阵重装战车西比欧军团 一方象征邪恶 一方象征正义 虽然他们的结果反转了 但大体如此 所以讲到这里 我相信各位也知道了 在戈弗雷时代 如无其事的职责 就是在给黄金树的战斗仪式中 作为正义的一方 表演打败作为背叛黄金树的 邪恶一方的角斗式 不过他们并不只是演员 打过的都知道 他们有多不该 我估计无论是一对一还是团战 斗式都是没有办法讨得好的 当然也只有这样 观众才会乐意去看嘛 现在我们在游戏中 可以找到14个龙如骑士 以及两个由幻灵蜗牛召唤的龙如骑士 正好和网车版里提到的16个龙如骑士 对应上了 他们现在四上各地的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戈弗雷成了退色者被流放 而龙如骑士在黄金树的时代 并不受待见 无论是他们的样貌 还是他们所代表的力量 都不被金上所喜欢 所以各自立谋深入是最佳的选择 流落各地的龙如骑士 大多在发呆 或对着尸体 雕像沉尸 或驻足仰望星空 虽然我们可以用一句 他们已经找到各自的新老板 开始了再就业 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 除了监牢里的 和亚雷萨英雄墓地的双龙如骑士以外 所有其他还活着的龙如骑士所在的地方 都和半神有关系 史东威尔城有葛瑞克 王城有蒙格特 齐伏拉河和生根通往死亡子 红四字城有拉坛 火山关底有拉卡德 永恒之城的融入骑士 妄向的地方 是藏着蒙格的蒙格温王朝 就连法美亚之拉 也有可以赐这些半神一死的命定之死 基本上除了已成人偶的拉尼和圣树 无论死了的还是活着的半神 身边都有融入骑士 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空间上的巧合呢 我们可以合理猜测 虽然格弗雷被流放了 但现在融入骑士仍然肩负着保护半神的职责 所以无论他们现在身处何处 看起来是在失控谁 可能最终他们的老板都是玛丽卡 因为无论老葛家也好 老拉家也好 都是玛丽卡以某种人格带下来的半神 而圣树没有融入骑士保护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是米凯拉不愿意接受初始黄金树力量的保护 他要有自己的胜数 二是玛丽卡早已封闭了通完雪山的道路 融入骑士过不去 但是 我要说但是了 虽然融入骑士现在的职责是保护半神 但是看得出来 他们是出功不出力 史东威尔城的就不说了 很多人都不一定找得到他在哪 世中楼过去的那位也是远远地看着 迷路迷得很久了 黄尘中至少有一只是沉醉于怀念初始黄金树的时代 你从他身后走过都不一定会惊重他 非常的投入 法姆亚兹拉的两位 也是一位在认真学习雕像工艺 不会理你 另一位和史东威尔城那位一样 正常人不会找到他在哪 西伏拉和岛水桥上也有一位在望天发呆 深耕那位除了守着自己的换洗衣服以外 也不太会理你 持有火山关底和红尺紫城的龙鲁骑士 主动履行了保护半生的义务 算是比较敬业的了 不过我们还是看得出来 龙鲁骑士在当前这个时代是被歧视的 这不仅表现在首席被发配去守墓 还有被不明原因丢进监牢负责和推特者做无尽的谈反练习 龙鲁百相在黄金树时代的地位可见一斑 最后要提到一个费啊 与我们要讨论的剧情无关但可以开拓一下思路 本来游戏中有一个NPC叫吉尔伯特 他会引导我们去原本在关卡前的铁匠修谷那里打造武器 但更重要的一点是他整个故事线都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找参与过破碎战争中的龙鲁骑士奥塔皮斯和几个半神复仇 在对话中提到奥塔皮斯是经过破碎战争的古老英雄 这是我们唯一可以知道龙鲁骑士参与过战争的信息了 吉尔伯特会参与我们和奥塔皮斯的战斗 并在我们协助他击败奥塔皮斯 葛瑞克拉塔恩和女武神之后 让我们也成为他复仇的祭品 不过这些毕竟是废啊 我们就简单提一下就好了 所以说到这里 龙鲁骑士到底是谁 他们曾是侍奉葛弗雷的古老骑士 信仰初始黄金树 担任在竞技场为黄金树献上战斗仪式表演的职责 并扮演正义一方 钻打角斗士 格弗雷被放逐后不受待见 除了被发配去守墓或被关起来以外 全都被安排去守护半神 但今天看来是出攻不出力的摆烂咸鱼 好了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不知道我对龙鲁骑士的故事解读您是否满意 或者您对他们有其他的理解 也非常感谢您的在评论区与我们分享 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麻烦点赞评论和关注 我是没有波音枪的光头麦克苏 关注我不迷路 为你带来更多的游戏攻略与资讯分享 谢谢 收藏党做视频不易 感谢一键三连支持